福兴生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农本荒全力支持 赵教授 你好 这个是不是甲骨文来的 这个是龟版 这个龟的外销 上面确实有一些文字 几年前有香港的一个民间人士送给我 赵博士放在你们那个博物馆好不好 我对甲骨文并不熟悉 后来我就找到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 陈志教授 我说陈教授你是搞这个文字的 你给我看一看 这个是不是甲骨文 他告诉我 他说中正 这个是假的甲骨文 为什么可以分辨到真和假 是用什么方法 这个甲骨文说起来 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其实差不多是100年前 当时是在1880年前后 在中国河南的这个一个叫小屯的地方 当地的农民就挖地打井 发现了这种文字 他们一看这个挺好的 这个是古代的这个动物的骨头 拿去以后啊 我能不能 他就放在药材铺里去当龙骨来卖 就是到北京 到了1899年 北京的一个国子尖的一个季酒 这个人是大学文家 叫王毅荣 他一看以后 哎呀 这个不得了 文字很稀奇 经过考证以后呢 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中医药就是跟甲骨文中间 有一个这样的牵连的关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从药材铺里边 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